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朋友们 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想 以色拉记第十章 也是以色拉记的最后一章 第一节 以色拉祷告 任罪哭泣 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 以色拉为了这些八十年前 被掳归回的同胞 以及他们的后代 竟然没有记取教训 而再一次的在归回之后 跟周遭的异族通婚 以至于他们有很多的儿女 渐渐丧失了他们的信仰 去随从外邦人的价值观 甚至一起行恶 远离上帝 以色拉非常的痛苦 他就在那边为了他的同胞 来向上帝认罪悔改哭泣 而这个时候呢 有以色列中的男女 而且包含孩童 也都一起聚集到以色拉那里 成了大会 越来越多人知道 以色拉正在为百姓认罪悔改的时候 很多的百姓也都聚集过来了 众民无不痛哭 这些百姓 这时候被圣灵来光照 明白他们这些年来所做的这些事情 是极其可怕 也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因为他们让以色列 再一次面临上帝公义愤怒的审判 好像一次亡国还不够 是否还要第二次亡国 他们才会警醒呢 所以他们都在那边痛哭了 第二节 属以兰的子孙 跟耶稀的儿子 那如果不是同名同姓的话 就代表 释迦尼他自己的父亲耶稀 也跟外族通婚 那很可能释迦尼他不是耶稀跟外族通婚所生的孩子 可能是他的父亲耶稀生了释迦尼之后 后来也跟外族通婚生了其他的儿女 不论如何这位释迦尼就在这个时候对以色拉说 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干犯了我们的神 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 首先在这个第十章里面 很多谈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的这个动词 娶 他的原文其实不是那个结婚嫁娶的那个娶 他是另外一个比较单薄的字 就是居住或是坐下来的坐 所以呢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此跟外邦女子同居或同住 代表释迦尼这时候在以色拉的祷告声中 也在圣灵的光照之下 他认为在上帝面前这一些 娶外邦女子的这个婚姻 在神的面前是不合法 所以他用同住这个字 而不是用嫁娶这个字 虽然我们行了这些恶事 干犯了我们的神 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 什么样的指望呢 释迦尼继续说 现在当于我们的神立约 修这一切的期 离绝他们所生的 照着我们主和那因神命令 占尽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 首先既然这一些与外邦人的婚姻 在神面前不是合神心意 不是合法的 那就要跟神再次立约 而把那些外邦女子 就是送他们回到他们的娘家回去 修这个字原文就是送走 他也不是修妻的 那个修那个字 因为只是同居同住 不是合法的婚姻 所以就是把他送回去 按这个人道的方式 送回他们的本地本族那里去 让他们本地本族的富家去照顾他们 而且也离绝跟他们所生的这些孩子 就是分开 然后跟神重新立约 因为大家想要照主的律法而行 你起来 这是你当办的事 我们必帮助你 我们必帮助你的希伯来原文是 我们与你 也就是我们站在你这边 与你同在 所以你当愤勉而行 因此这个提案不是以色拉提案的 是释迦尼提案的 然后获得当场大多数人的同意 就是把这些跟这些外邦的女子 送回到本地本族富家 跟他们所生的孩子 也跟着妈妈一起 把她送回去 用人道的方式 把他们送走 第五节 以色拉便起来 使祭司长和立位人 并以色列众人一起发誓说 必照这话去行 他们就起了誓 以色拉从神的殿 面前就起来 进了以利亚时的儿子约哈南的屋子里面 到了那里 不吃饭也不喝水 就禁食 因为被鲁归回之人所犯的罪 以色拉心里面悲伤 第七节 他们就通告 由大和伊路撒冷 被鲁归归回的人 叫他们在伊路撒冷聚集 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的 三天之内不来的 就必抄他的家 使他离开 被鲁归回之人的大会 第九节 于是由大和边亚敏众人 三日之内都聚集在伊路撒冷 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 所以这个九月二十日呢 就是离这个以色拉 回到伊路撒冷 大概就四个半月左右 众人都坐在神的圣殿面前的宽阔处 因这事 并且又因为下大雨 他们都占尽 众人集结到神的圣殿面前的宽阔处 心里面都是占尽恐惧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归回之后 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 然后呢 他们就得罪了神 跟外邦人通婚 使得他们的后代信仰也开始不纯正 那我们会觉得 就是说这些妇女跟孩子被送回 本地本族富家 觉得有点残忍 不人道 但是这不是耶和华造成的 这是百姓他们自作自受 他们当初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做 以至于他们现在就要面对 这个罪的苦果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听神的话 偏偏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弄得自己后来真的是进退两难 那其实最好的解决之道 就是向神悔改 按着神的吩咐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至于你所捅的娄子 所这个伤害的这个第三人 他们该怎么办 你就把他们交给神 按用神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因为你不是上帝 你不悔改 你不用神的方式解决 用你的方式继续把事情 就是搁在那里 最后就是大家都会死 大家都会灭亡 所以就是只好把它交给神 用神的方式来解决 那这时候是以色列的9月20号 以色列的这个阴历 加上两个半月就是阳历 所以那时候是12月初 所以寒冷的时刻又下着大雨 大家都在那边淋雨 所以整个这个场景是非常的严肃 第十节祭司以色拉就站起来 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 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 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 现在当向耶和华 你们的列祖的神认罪 遵行他的旨意 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 我们如果从相关的尼西米记 还有这个马拉基书 了解到贝鲁归回之后 他们与外邦女子通婚的情形 就知道比我们想象还要严重 因为他们常常是修了他们自己犹太人的妻子 修妻 然后另娶外邦女子 所以这是罪上加罪 这些都是他们把问题弄得非常的严重跟复杂 那现在就只好回到神的面前 用神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十二节 那会众都大声回答说 我们必照你的话而行 只因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 我们不能站在外头 而且这也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办完的事 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 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来办理 这些把外邦女子送回本地本族富家 然后也带着所生的孩子跟他去 这不是一两天可以解决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请设立一些领袖 来把这件事情监督办理完毕 凡我们诚意中取外邦女子为妻的 当按锁定的日期 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前来 把这事情解决了 直到办完这事 让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 那大家都建议说 我们就认真把这个事情办完 十五节 但是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 特瓦的儿子亚哈谢 而且阻挡这件事情 并且有米苏兰和立位人 比撒泰帮助他们 现场有四个人反对 但是因为大多数人都 赞成这样的决议 所以他们反对就无效 十六节 被鲁归回的人如此而行 祭司以色拉和一些组长 按着宗族都指明剑派 就是设立一些首领来监督 完成这样的事情 在十月初一日一同 在座查办这件事情 这样的事情调查了三个月 到了正月初一日 才清查取外邦女子的人数 所以总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来清查这样的事情 十八节在 祭司中查出取外邦女子为妻的 有以下的人 那经过三个月调查 首先就发现 祭司里面情形非常严重 因为一开始 他们就跟尼西米 以色拉报告 带头都是领袖 果然就是耶稣亚 耶稣亚就是当初八十年前 跟索罗巴伯一起把百姓带回来的 那个大祭司耶稣亚 他自己的子孙约撒达的儿子 和他的弟兄 马西亚 这些人带头 这个不守神的诫命 特别是他们是大祭司的家族 更不应该违背神的律法 就是他们带头这样做 所以使得百姓上梁不正下梁歪 所以我们这些做领袖的 我们真的要谨慎 我们自己不带头做好榜样 那整个所有的会众 弟兄姐妹 就跟着我们一起去远离神了 所以呢 他们便应许必修他们的妻 他们因有罪 就献群中的一支公命养赎罪 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节 也谈到其他的祭司 他们有这样情形的有谁 二十三节 谈到那立位人有哪些人犯了这样的罪 二十四节 在圣殿里面的敬拜歌唱者 二十五节 也谈到 这个其他一般百姓 例如八路的子孙中 有哪些人做这样的事 所以就一直调查到 第四十四节 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其中也有生的儿女的 第十章让我们看见就是 其实 八三色水 从一千五百公里以外的巴比伦 回到耶路撒冷 当然不容易 不论是八十年前的索罗巴伯 或是八十年后的以色拉 他们这些勇敢的行动 都很令人敬佩 他们在仇敌的搅扰之下 也很勇敢的把圣殿完工 这些外在的运动 外在的行动 外在的建造 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更难的是内在的建造 特别是愿意老老实实的 遵行神的律法 他们当初回来之后 一定有千百个理由 使他们说服自己 这些领袖说服自己 也说服其他的百姓 去跟外族通婚 一定有他们很多的理由 有各种实际上的理由 和现实的考量 但是就是不专心跟随神 在这个事情上开了一扇门 结果后来毕病重生 使他们都远离神 那这个其实内在生命的重建 比外在的运动活动圣工 其实是更加重要的 这也是以色拉记 为什么在他回来之后 他其他的事情很少讲 特别在跟异族通婚这件事情上 他谈的特别多 然后这件事情要解决 也不是一天两天都解决得了 十三年后尼西米回来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 到这个旧约圣经最后一篇书 马拉基书的时候 这个事情也是都没有解决 代表这个在主人面前的分别为甚 这个事情是每一天都要进行的 神是世世代代都在进行的 因为里面的重建 真的比外面的重建 来的困难 来的更需要对神的话语忠心 来的更需要对神的带领有信心 使我们里面跟外面 可以知行合一 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耶稣给我们 在以色拉记里面 有美好的提醒 让我们知道外面的挑战很不容易 需要信心勇气 还有来自其他上帝的帮助 上帝可能透过外邦人的国王 透过先知 透过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鼓励 使我们在事工 圣工和运动方面 能够坚持下去荣耀主名 但主啊更困难的是我们内在 我们愿意诚实的遵守神的话语 不是跟神诡诈 或是给自己 或是帮别人找各种借口 来躲避神的话语 便宜行事 最终给仇敌开了一扇门 来在我们里面 败坏我们的信仰 因此恳求主 让我们在外在的事工 外在的生活 坚持的依靠主之外 更重要是内心生命的建造 忠于神的话语 那才是使我们 能够长久在主的里面 如同被钉子 钉在神的圣索面前一样 永远稳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阿们